老婆 借我借钱呗 干嘛 问我借钱 当然是没钱了 你不要招求啊 你明明有钱 问我借 明天要加房租了 你不知道吗 明天就要加房租了 这么快 你做梦吧 你这个什么事都不管的啊 连什么时候加房租都不知道 那你也知道 我不管是的 每个事情都你管了 我就很放心了 再说了 不是有钱吗 钱到哪里去了 钱在哪里啊 难道是我花了 说不定呢 肯定你花了 我才不行呢 你没钱 好好好 反正我都有自账的 我把账本拿来给你看 那你拿来 账本 哎呀 你这账本 这么破 你不想想只年了 十多年了 十多年了 那都成老古董了 给大家看看我老公记的账本 大家一起来看看我老公的账本 密密麻麻写的 我都看不懂写的啥 他这个字也够丑的 也只有他一个人能看得懂 而且我也不知道他记的啥 而且我也不知道他记的啥 上面就写了一些数字 不过我这老公 人还是挺靠谱的 每天都给自己记账 这个挺好的 这个习惯好 不像我不爱记账 老公啊 老公啊 你这写的啥呀 密密麻麻的 我又看不懂 加是收入 减是支出 那我们是负的还是正的 无负不正 吃光用光 身体健康 我才不信呢 我们这么多年就没有一点多余的嘛 有什么好不信呢 我要不要不算笔赚给你听啊 我们一个月要花多少钱 你算给我听听 我就不相信了 我就没有多余的钱了 老公你写好了没啊 写好了 你过来我算给你看 你说啊 先说黄猪吧 黄猪我们是一年一家的 平均划算下来 一个月要一万三 对 车贷我们一万一 对 这里就有两万四了 嗯 这个我知道 然后车的费用 我们差不多两项油 一千块 然后加保险平均算下来 一个月要一千五 还有呢 还有就是 水电 煤翅 对吧 还有手支费 我们算在一池 加上 店铺的水电和煤翅 要一千块 嗯 然后就是吃饭 嗯 吃饭我们差不多 一个月二十天在家里吃 十天在外面吃 在家里吃嘛 五六十块 嗯 在外面嘛 接近就一百五的 你还有米油 醬油呢 所以说我们就算一百块一千 肯定会有的 因为你在家上有 有时候吃夜宵什么的 就一百块一千好了 啊 对吧 又三千了 嗯 零食水果嘛 我们超市 处处加水果买买 五十块一天 就要要的 一千五一千五 还有呢 然后呢就是平均下 儿子的费用 还有些补课啊 加上他衣服买买 就算一千块一个月 啊 肯定不值的 只会都不会少的 啊 然后我们两个也 一个人一千好了 你衣服啊 有时候出去玩啊 对吧 我们两个人也一人一千 两千 那这里总共多啊 你算了没有啊 算了 进行三万五了 这么多啊 那你以为呢 所以说再来的钱都不够 哎呀 真的是 不算不知道 一算吓一跳 看到这个数字太惊人了 这个还是多是资本的 有些特殊情况的那些费用都没算了 反正这些都不是每个月都有的 就两个算了 那也花销挺大的 你才知道啊 啊 所以说你都开不到钱啊 再那个钱都不够换呢 是啊 所以你以后给我省省啊 省这点花 知道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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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